最近约旦举办了肥皂盒汽车比赛 我们去一看究竟 约旦迎来了第五届肥皂盒汽车比赛 有将近60名选手参加 所谓肥皂盒汽车 可不是肥皂盒也不是汽车 而是在规定的尺寸和重量的限制下 设计出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车型 看这辆差着小骑的船车 起速很快 只可惜在越过第一个障碍时 就不幸翻车了 看这辆车 不知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牙膏还是火箭呢 不过确定的是 这辆车的阻力一定很小 在没有动力的情形下下滑下坡道 各种状况层出不穷 下车道两侧吸引了大量观众 参赛选手必须佩戴头盔 允许在车顶部堆东西来增加速度 肥道合车的平均重量为68公斤 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30至50公里 看接下来这位选手很有开越野的驾驶呀 只可惜在第一关卡就翻车了 不过他还是坚持跑完了全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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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肥道合赛车活动只在鼓励业余车手 自己动手组装赛车 肥道合车比赛从2000年开始流行 目前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 举行过这种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